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社交APP设计的正式课程 第一课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我们的一个产品原型 然后呢以及一个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个APP的logo 这个logo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呢是用PSD的格式已经给到大家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产品原型 有这么几个界面第一个是发现 然后聊天 然后设置 通讯录 我的个人面板 一个消息列表 然后还有一个注册登录的一个流程 那么整个这几个产品原型图呢 我们拿到手之后应该是要有一个我们重新的一个规划 然后视觉上的一个排布 现在问题比较多的界面呢 像这个通讯录呢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消息列表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种列表类的都比较简单 设置呢问题也不大 看一下像这个发现 然后这个我这两个界面看起来是比较凌乱的 是抓不着重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这个我这个 还有这个发现也是发现其实还好 因为这一大段的文字摆在这你还是可以看文字 然后整个这一块的节奏还是有的 但是整个这个我的这个界面就是完全没有没有重点 就是所有的信息排布的都非常零散 然后你不知道看哪 所以这个这个界面是在那个视觉流程上有比较大的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在呃重重构的过程中 主要以这个界面来讲一下我们视觉重构主要去做些什么 我们首先把我们整个界面啊 先按16比9的这样的一个分辨率画出来 好像是有点不够 那我在下面补一点 大概是补到这儿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后面用作导航栏的部分 我们给大家画一下 四个导航 我们在画这个导航栏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构思 比如说我们这个我 我的个人面板这个面板的这个icon 那我可以简单的画一个 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我的一个icon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我们嗯画一个个人呢 那我画大一点的话可能是 这样的那我们把它的边角做一点圆滑的一个处理 那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个 稍微方一点的呃长一点的这么一个脸脸型 那这样的脸型呢可能看起来更为修长一点 然后或者如果我们画这种男性头像画多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画一个女生的头像呢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女生的头像 那这个也可以做我 然后给他配上一个笑脸 那这个我们在做这个重构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快速的在纸上进行一些尝试 那在这些尝试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一些好的一些灵感的爆发 那然后我们画一个 这个是通讯录 那就是我的我的好友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左边是一个人 右边是代表于很多人 或者说一些信息 这样的一个一个图标 那同样的我的好友的话可能也不只是这一种 那我也也可以说画一个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图标 那画一个一男一女的这样的也是可以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画一个消息 中间画三个点 那这是一个一个一个消息图标 消息图标也有很多种呢 我们有有这种比如说这种非常方的消息 然后还有这种非常圆的这种消息 这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看如果是我们都选用这种圆形的这种这个地方 可能我也画一个圆一点的感觉的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圆的圆的再加这个圆的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是比较和谐的 这个方形的这种感觉在一块就是比较突兀的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就可以顺便一起思考一下 我们整个这个APP我们的图形元素是圆呢还是方的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些考虑 然后再画一个发现 那我们这个发现呢它是基于我们用户的一个位置的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定位的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发现的功能 那这样是可以的 那我们想想就是除了说我们用这个定位 那我们定位的话还有一种表示方式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飞机的这种形式 这个呢也是但是它更像导航 这个呢就很像定位 所以有没有比这两个图标更为接近于我们理想中发现的东西呢 我们就要从这个功能本身去考虑 你比如说我们在考虑发现的时候我们是用眼睛去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画一个眼睛来表现这个我们这个发现的这个概念 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我们在构思的时候一些小的想法 我们在旁边画下来 然后等到后面我们再进行具体制作的时候 再可以去参考我们这些过程中想到的这些东西 那这个导航栏画完之后 我们把上面的这个这个区域也给画出来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右边是有一个边际 那我们边际这个图标呢一般有这么几种 主要就是一支笔 对吧一支笔 那这个表示边际 那这个这种铅笔呢也可以 我们画一个钢笔呢这种感觉的可不可以呢 我们试一下 感觉钢笔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太像那种文字性的东西了 就不像是一种APP里面用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钢笔呢可能就不行 那如果我们感觉单个的一支铅笔呢 整个形整个形还是有点太单薄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铅笔的基础上呢 我们可能需要给他加一个框 这样的话呢可能会看起来稍微层次丰富一点 但是这个铅笔呢可能又跟其他的那些相比又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再对他进行一些简化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 哎现在的感觉可能这个程度就刚刚好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在这里画一个边际的 图标放在这儿 那这样我们看整个这个界面里面呢 它的精细程度也还是比较相当的 那左边我们还有一个设置设置比较简单可能就是画一个齿轮 齿轮 然后就中间我们写上一个标题 我 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入一个我们正式的一个重构的过程 我们在重构过程之前呢 其实我们要把这个界面进行一些划分 我们 我们那个圆形里面的是有一个居中的结构 一个头像在中间 然后下面也是分散开来对齐的 这个这种东西呢 它实际上的在网页端会效果还可以 但是在手机端的不太好 因为手机端我们长时间的操作已经形成一定习惯 我们通常情况下可以把手机端的区域呢 划分成三个部分 那首先是 左侧 我们看整个这个左侧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叫什么呢 这个部分叫做参考区 然后我们右边这个部分呢 叫做内容区 我们主要的视觉浏览呢 都集中在右边这个部分 或者靠中间这个部分 我们平常发图啊 发文字啊 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那我们看到这个内容区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内容是谁发的 然后 它是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你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这是一个一个人 发了一个消息 发了一个图片 那也有可能是一个群组 发了一个消息 发了一个图片 那可能我第一眼看过去是一张非常大的图 我去关注这个图是什么 然后我我我看一下这是谁发的 因为我一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先在这刷刷刷 看到右边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呃 现在可以理性的讲 我们把这个手机的操作区 最好是分成这两个部分来考虑 这样的话呢 会更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 用户体验的一个逻辑 那在这个内容区里面呢 我们实际上 又可以 再画一条线出来 我们这个部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交互区 其实我们现在不管看什么样的APP 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我们的交互的按钮 都集中在这个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呃尤其是用app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单手操作 比较多一点 而且单手操作里面的右手呢 会可能会更习惯一点 那我们的这个拇指啊 我们能够触碰到的区域呢 这个区域是最方便的 手是最没有阻力的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在去设计APP的时候 可以参考 这三个区域的一个划分 然后再去设计 那首先是我们这个界面 还是有一张大的背景图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把背景图的区域框出来 那为了后面我们看的更清楚一点 我们把这个区域颜色稍微标示一下 那这是一个一个我们现在看过去 它可能是一个蓝天白云那一张图 那这个图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考虑我们的头像是放在这个中间好呢 还是放在其他的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在这个界面我们有参考区内容区和交互区 这张图那显然现在是内容区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大体是一个在内容区 而且它非常大 你到这个界面里呢 首先看到这张图 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你如果把头像放在正中间 那么你就不是看这张图了 你就是过来看这张头像 那你这个头像是不是要放很大呢 那我们可能这个地方 在这个界面我们可能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头像 为什么 因为这个界面出现有两个场景 一个是你自己看 另外一个是别人看 别人看到你的界面的时候 看这个头像的意义其实是很小的 为什么因为他跟你聊天 以及他去查看你的资料 他已经看过你的头像了 这个时候他不是因为你的头像而进来看的 而是想要看你更多的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这张图片 比这个头像更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头像 位置放到一个更偏一点的地方 那我们参考区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要尽量把头像放到参考区的位置 而且尽量不要影响这块 这张图的一个布局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现在选择的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放上一张 放上一个头像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和我们其他的界面 比如说我们的聊天界面 我们的一个消息列表界面 头像的位置呢 是有关联性的 我们可以可以把头像稍微强化一下 而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界面 你而且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可以联系到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我的一个头像的这个位置的规划 那头像的位置规划好之后 你就需要把名字写上去 可能这个人名字叫什么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用特别的说把名字写出来 我们可能需要给他画一个区域 来表示这是这个人的名字 然后我们接下来是需要给他去安排我们的几个一个icon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我们icon实际上我们是要安排在这个位置的 那为什么要安排在这个位置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icon 就是我们的相册音乐以及收的点赞数 是我们这个人的 所以我们为了加强跟他的关联性 需要安排在他比较近的位置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首先是我们的一个相册 我们给他一个图标 然后呢133 随便写一下 然后音乐126 然后点赞128 这样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再对他进行一个一个标识 这样的我们看 现在你一眼看过去的时候 是这个大面吸引你 你这个时候你能看到的是一张大图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张大图是他的 那他有133个图片 126个歌和这个128个赞 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你视觉看的时候有一个主次关系一个流程 这就是我们去重构的时候最大的意义 那重构完这个部分呢 我们还可 可能需要给这个 这个用户去加一段他的个人简 个人简介 那个人简介呢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他的个人简介离他的这个头像太远 所以我们可能就就近安排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你看完他的这些主要的几个信息之后 你会看到他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介绍 比如说 哎呃我很喜欢听歌 我是一个什么旅游控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希望大家喜欢之类的 哎你会发现他是跟在这些东西后面的 有一个一个介绍一样的一个文字 那再往后推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相册的一个功能 那相册的功能我们需不需要像这样的一个展示呢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圆形图一样把它屏铺开 那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这张图 因为显然你看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内容的一个概念 他是你整个面板的一个灵魂所在 就是说你进到这个面板 他是给你整个面板一种感觉 所以呢 他和里面的这些照片不一样 照片是你的内容 是你的东西 所以从逻辑上讲 呃相片 他整体的排版要弱于这个背景图 所以在这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对于这个相片的一个规划呢 是比较小的 那是我我把它放在整个的这样一个 就是内容区的里面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区域划分 这样的话你在浏览的时候 你在往上就是你往上滑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这个区域是相对来说 还是保持稳定的 你这张照片看完之后 你就快速的看后面的这个部分的东西 你包括后面的音乐也是一样的 我们给音乐划分一下区域的话 就是音乐可能就有长有短 有多有少这样的 那这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一个形象 那音乐其实和我们后面的一个个人信息 也是差不多的 那个人信息如果往下排的话 也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直往下排 那这样的话你在浏览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这些信息在这个位置是保持不变的 所以这也是用户体验需要注意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在每一个部分 比如说相片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参考 进行一个描述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相册 然后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是音乐 然后这个是个人资料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整个这个界面的一个层次关系给梳理清楚了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地方给他加上一个 我们的一个查看全部的一个按钮 包括音乐的一个查看全部的按钮 那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这个界面进行了一个重构 其实重构的过程呢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可能你需要一些经验 同时呢也需要一些你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 同时还可能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一些创意性的一些头脑风暴 这些风暴呢到后面你在具体的进行这个整个项目的设计的时候呢 可能是有价值的 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就讲到这里 后面的希望大家能够自己通过这样的方式 对每一个界面进行一下自己理解中的一个重构 好 好 谢谢观看